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北平府教军场》 书记上回 上回书说到 北平府教军场 大阅军 阎武 那么秦琼呢 跟大刀傅友公两个人立生死撞书 比武 把傅友公打跑了 古魁一看呢 一记不成又生二记 怎么样 比剑法 比剑法脸对着射 不是 各自射各自 看谁射得准 那么当兵的呢 有剑朵子 剑靶子 可就立好了 陈平下去 去一瞧啊 不这样 回来 说请您下令啊 把剑靶子撤去 嗯 罗毅一听 那怎么比啊 立杆 这么横的 上面 搭这么一根杆 哎 就仿佛啊 立得迷门一样 实际就一过凉 这儿呢 上面挂一金钱 这金钱多大呀 这么大个 比烧饼啊 大点 把他拴的 这横的这根杆 垂下来 拿剑射 那他这么大呢 当剑的眼就很小了 说这剑要穿过去 那很费劲 这个剑本身 要想穿过去就很难 那干嘛射这个 就因为这剑呢 射的这金钱上 汤郎这么一响 因为剑头都是铁的 只要听见声 就是射中 听不见声啊 您没射中 射这金钱 再有这目标 可就小了 剑靶子呀 大 剑朵子就更大 那好射 就这么大点范围 大家伙全安静 这一剑放出去 听见当郎一下 就说明中了 敢小侯一陈平啊 久练久熟 他跟家老练这个 他有把握 提出来了 要打尊笔 一人三剑建设金钱 百步穿扬 罗伊一听 又有点含糊 我们这内侄勤穷行吗 说刚才赢一阵了 这在输一阵呢 也不要紧了 这就不含着了 午夜好 剑法稍微差点 没关系 可万一这阵要再赢了 那不更好吗 还得问秦琼 把秦琼也换回来 秦琼 他说这建设金钱 你行吗 秦琼一听 没问题 行 这么一样 千岁 您让陈平将军先练 先练 他呀 做一个样子 我瞧 咱们来一个呢 照着葫芦画瓢 照猫画虎 我能练 我就练 练不了 我坦诚相告 我就认输 罗逸祥也对 让他先练一个样子看看 那好吧 按你说的比 武魁呢 很高兴 为什么 他知道陈平有这两下子 那栽两根杆 上面横着来一幕杆 这很方便了 这金钱可就挂在正当中 三军屏住 呼吸 大伙都瞧这手 秦琼呢 上马 在教军长的鸡脚 这儿看 就瞧 陈平也翻身上马 卑躬插件 往西北角上 他们一放这匹马 莫回头来奔东南 离着 这个挂金钱这地方 要拿布梁 大概还有一百五十步 那骑的马可就很快了 眼看到这一百五十步 这儿了 这才左手掏自己这张弓 右手走兽胡玄天带 二指一搭 搭出这只剑里 这动作呀 太娴熟了 说早就把弓跟剑 张好了 瞄准 瞄半天 再射出这只剑去 不算 就射中了 不嫌我有能耐 这匹马跑着 快到了 快到了 这才摘自己这张弓 摘弓抽剑 任扣天贤 一抬手 到了 到了 到一百步了 这儿你不射就不算了 马再往前一冲 五十步 五十步那一般人都能射到了 你上跟前 拿那剑往那铜钱上多 好不好 就为瞧你这个剑法吗 这匹马到百步之遥了 这刚把弓箭准备好 就一抬手也没瞧啊 陈平很仔细的瞄 对着前拳撒后手 啪 这剑射出去了 这匹马往前冲 耳轮中与此同时 就听见 汤啊 就这一声清脆不要紧 三军将士七声呐喊 炸着窝的这么一喊好 好啊 那是说捧陈平吗 不是 真好 为什么 人呀 自己都有个夺了 换你你行吗 这是绝技 人这不定 下多的功夫 练多少回 说二十万人里边 再挑一陈平都没有 你来了你试试 所以这较好 还真不是为捧陈平 那是发自肺腑的给喊好 真好 紧跟着当兵 摇旗那喊好 啊 大伙的密喊好 陈平呢 往回放马 啊 轩回马来 似有一丝没意望 教军长鸡脚的和一瞧秦琼 你瞧秦琼 骑得马上面无表情 秦琼心的话说 你既出这主意你就能受住 这都在啊 意料之内的 我瞧你这第二件怎么说 秦琼 秦书宝 看着小陈平 那么这个小后裔陈平呢 把马圈回来 二次 摘弓 抽剑 任口天贤 这个左手就得前把 托着这张弓 叫如托泰山 就拿一张弓得这么稳 这个练这个射击啊 各位 这要不稳 这个剑的张力 尤其是坐力很大 你这手要不稳 稍微一动 这儿是失之毫里 那儿差之千里了 你这儿你一偏颇 那剑出去 好 俩方向了 那准不了 所以这个练弓箭的 那个履历必须大 这个前把如托泰山 后把如抱婴孩 就怀里仿佛抱着小孩似的 那说抱小孩怎么回事 要求这稳 这手这稳 抱着孩子 您都抱过孩子 抱孩子没有大大咧咧的 这手抱着孩子 这手扶着点腰 一抱着孩子 这手不稳 说这手接电话也成 主要靠这手管着 那么这只手把这孩子抱起来 老得惊着心 说这一抱半天 这手不动 就这么稳 这是功夫 哪位抱孩子 也得这么样的上心 这么样的稳 大得咧咧不行 抱着抱着下去了 这儿还聊天呢 我跟您说 我们这孩子可水了 孩子呢 头三沾地就掉下去了 这胳膊不能搭了 这是抱着这孩子 这手托泰山 您怎么这姿势多好看 叫前把如托泰山 后把如抱婴孩 怀中抱月 把这张公带着这剑 往起这么一拉 对着前拳撒后手 公开如满月 剑走似流星 二剑射出去 唐浪 又一剑 好啊 罗毅在帅台之上 手拒帅案 龙二目仔细 观桥一看 不错 比刚才那富有功桥 那碰面一下就下去 就完了 这两剑射的真多含糊 偷演一瞧五魁 五魁这脸上啊 才有些啥 这口气才算喘过来 这两剑射中了 五魁心里边痛快点了 哎 我不能阵阵都输 我仇报得了 报不了先搁一边 我这份寒陈呢 一瞧 小后一陈平连中两剑 也高兴 回头瞧 自己兄弟副帅五亮 哥俩暗自点头 那意思啊 行 这不含糊 秦琼估计够呛 报仇了 三一剑 小后一陈平赚回马来 马往这个金钱这放 眼看着冲进来了 也不摘功也不出剑 这个马呀 到了这杆底下过去了 大伙一瞧这回怎么回事 感情过去之后 这才摘功抽剑 猛然间一掉腰回头望运 这手推功 这手拿剑 左右把 喝 大伙一瞧 这个一般人可练不了了 你这手功 一般都这样 你换这手啊 就不会了 就跟您从小吃饭 写字拿筷子似的 您用惯了这手 您这一辈子都这手 您换这手 不经过特出的训练 您不会 有的人说 我做撇子 打小家长管 换这手 那他从小用这手会 后来愣改这手 他俩手都行 这样的人少 说打左手也能写字 右手也能写字 左手拿筷子能吃饭 那么加一花生米 那倍稳 换右手还能加 不是没有 我见过 有 但这也得经过训练 您别看 就这么简单的事 一般人您就达不到 更何妄得开工啊 小后一臣兵 这时候可把大伙给看傻了 马过这个木杆 过金钱不赦 往那边再跑 这回这手张弓 这手韧剑 犀牛望月 一吊腰一回头 唐浪 右中一剑 左右开弓 连中三远 您再瞧 教军掌上 当时可就沸腾了 大伙 哇 这么一鼓掌 连秦琼都爱看 秦琼都叫好 可秦琼自己琢磨 这怎么办呢 你说我设三件 设金钱呢 我也能设 头一样说 不见得设的这么好看 第二样呢 就我设的跟他一模一样 我照番抓药 这三件 我也来上了 怎么见得 我比他强呢 怎么见得 我比他高呢 我怎么赢人家 这不落一平手吗 秦琼看他 射完这三件 自己这动脑筋 人家小后裔 陈平 圈马回率台了 到了阎舞台以下 顺马上跳下来 登登登登登 上了这个帅台 啪 这么一失礼 说末将交差原令 请千岁和大帅副帅 看我这三件 设的可还行 这叫明知故问 您看怎么样吧 罗毅啊 心里话说真不错 纵然你是五魁的人 也得客气客气 好 剑法出色 这于千岁来说 就很高的奖励了 千岁不能跟他当兵 是大呼小叫 他一上来 千岁带头 好啊 真好 神了 我没见过这么好的 那什么千岁呢 是 千岁也特别成虎了 剑法出色 四个字考评 这就行了 那五魁呢 更不能夸了 那是我的人呢 老王卖瓜 自卖自宽 那还行啊 总是你平常啊 练得辛苦而已 一旁站过 且看秦琼的 王爷 您别忘了 您那还秦琼呢 王爷 一强 这三剑 我们这内侄怎么样啊 你让人家来一样 人来了 三剑不含糊 最后这时候 左右开工 犀牛望月 真有两下子 唤秦琼大话 秦琼顺鸡脚的 二次到台上的来 铺往这一跪 见过千岁 大帅 各位将军 十方仔 陈平将军 设这三剑 你看了没有啊 都看了 你自信 你有没有这能为 能不能比过呀 秦琼一听啊 千岁 大帅 各位将军 我纵然在设这么三剑 就是也设上来 那么也就跟陈平将军 一般无二 不过平平 据我想啊 设这个死物 没有什么出奇 我打算设活物 陈平一听 你这不妖鹅的吗 我三剑 剑中金钱 他该要设活物 设什么活物啊 设人啊 我骑着马跑 你拿剑设我 是不是这意思 五魁也不明白 罗伊也都不明白 秦琼 剑设活物 怎么设法啊 我能够建设飞鸟 大伙一听 好家伙太狂了 太狂了 这飞鸟啊 非人力所能及 各位您瞧这鸟 非您能瞧得见 小孩拿手还指呢 哎 这飞鸟 实际这鸟离人远着呢 您这瞧着瞧得见 那多少米以外 尤其这个剑呢 横着射行 往高的射没劲 这鸟学过物理 您知道 这个剑出去不是直的刀 它也有一点抛物线 它有它的剑道 就是滑道 这往上射 跟往远的射呀 绝不一样 说我凭着这一剑 这一剑能射多少里地 一剑地 您老听 一剑地一剑地 一剑地是多远呢 就站在城楼上 拿着一支剑站在城楼上 啪 这一剑射出去 这就叫一剑地 能射二里地 这一剑 这么远 您这么往上射 可射不了二里地 说这个一里地五百米 一千米 往上射 能射成一千米去 绝办不到 而且那飞鸟 在半空中飞着 你说一剑能见射飞鸟 这几乎不可能 小后一陈平 自己夺量自己都办不了 真不信 大伙听都愣了 罗一听也有点愣 没跟我说过呀 没听那只秦琼 跟自己说过这事 行不行那谁知道 秦琼 这是教军场演武 不可儿戏 绝妄言 你有把握吗 有把握 好 既是如此 当面 师之 箭射飞鸟 来一个 好 我下去 准备准备 站起来 奔下面 准备好弓箭 上黄标马 往外他们一放马一跑 罗城杜叉在旁边一听 神了 二哥告诉我 能剑射飞鸟 这不吹牛吗 说大话吗 这飞鸟在天上飞着 那哪射得下来啊 这射不下来 这有罪呀 你别地说瞎话行 你讨军令说瞎话 你军法从事就死了 罗城呢 跟那站着 冲杜叉 挪嘴 几个眼 杜叉一听 大胖子 中军官 王爷的令旗令剑 都在他怀里抱着 瞧见了 新的话说让我想主意 我想什么主意 他剑射飞鸟 不是我说的 他自己说的 这没法往回缘呢 他冲他奴嘴几个眼 罗城杨 我让你跟我爸爸这说话 这没我说话的份 你别看燕山公 孙少殿下连座都没有 跟那站着 王爷乔干嘛呢 俩人这事 斗鸡呢这事 他不说儿子 大胆的杜叉 有话要说吗 哎 千岁 他剑射飞鸟 实乃 是之绝技 十方才 陈平将军 三剑 连中三元 剑射金钱 众将士 摇旗呐喊 雷鼓助威 据我想 秦雄 此次 涉之 是不是也 雷雷鼓 助助他的威风啊 好 单平于你 杜叉说了 咱们敲敲鼓 帮助帮助 秦雄行不行啊 王爷一琢磨 这大概是有招了 那你去办去吧 也没问五魁 杜叉怀抱大令 下率台了 到率台以下 他来到 雷鼓的 这个将士跟前 这儿还有撇雷号 吹 敲 使劲 一人敲不行 一面大鼓 俩人敲 站队俩 把鼓敲漏了算 闹 折腾 那儿有放信炮的 点炮 放 临珠炮 先放他四十多身 他是中军官 他下令 谁敢不听啊 一时之间 筋骨大作 咚咚咚咚 哦 大大大 火 这教军场上乱了 那人说杜叉干嘛呀 杜叉一琢磨 折腾折腾吧 又敲鼓又放炮啊 二十万人这儿演武 哪儿有鸟啊 早惊跑了 一个鸟都没有 我带他们一放炮 把什么家贼呀 那个喜鹊呀 老瓜呀 全都惊跑了 方圆积里地之内 都有不了鸟了 秦穷秦叔宝呢 骑着马 拿着弓拿着剑 围着叫军场跑去吧 跑够终点了 没鸟 不是我没能耐射不着 是没有鸟 打这儿过一鸟啊 我把他射下来 半天等不来一鸟 那不是我剑法不高 那没办法 现在天黑了 大伙是陪我等着呀 还是咱就散了啊 皇上说那行散了吧 哎 散了 没事了 这关就算过了 杜叉想这么一搜主意 叮当这么一闹一折腾啊 大伙全明白了 罗承差点露出声里 心了会儿胖哥给你 还真有搜主意 对 折腾 十二齐白关一瞧 这招够高的 没鸟 不赖二哥剑法不高 这筋骨大作 炮响连天五回这么一瞧 这是要干什么呀 啊 明白了 把鸟都惊走 它没有目标了 不用射了 就是这主意 合着说空话 说大话不算数 要耍脚 是不是这意思 武魁刚想的这儿 武亮 用手一捅的哥哥 哥哥 这个当众不能叫哥哥 叫大帅 所以他叫哥哥 这声音很低 哥哥 你顺着我的手 抬头 滚脚 武魁听这话 微然的这么一扭头 顺着他兄弟 手指方向这么一抬头 哎哟 差点没乐出事儿 也顾不得 当着罗毅的面 他也有大令 也有令旗 刚才操演人马 都是他指挥 一伸手 把令旗就抄起来了 挺标区 站起来 来到台口 冲着三军一晃的令旗 什么意思 肃静 不须想了 大伙都得看率台的令旗 令旗一出三军晋升 插一下镜 锣也不响了 鼓也不敲了 炮也不敢放 武魁心里边高兴了 兴累千岁 你来看那不是天边的飞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